那是不是咱家在囤的旅 就是得是这个 现在也这份 赚到了钱 家里的日子也富起来了 手里有了积蓄后 旅叔就琢磨着 得让这钱再生出点钱来 于是九几年的时候 有着超前投资意识的旅叔 就把目光锁定在了商铺上 手跟有钱呢 往这期间买个这家底 一有年 一有年原来买的 把完了那房子就住去了 住完一直到现在也没花糊 就住二十年 那商铺一年能租多少钱 一开始租两万多钱 两万多钱后来租现场 这样起不忘心 旅叔商铺的位置 在公主岭的市中心 所以根本不筹租 因为每年吃租金就足够用了 所以旅叔也就没买养老保险 这个商铺就算是自己的劳保了 每年七八万的租金 旅叔花不了 所以留下四万 剩下的就都给儿子了 奋斗了大半辈子 家底置办的够用了 儿女们也都安置好了 我来自行的 给儿子了 学生了 我们来自行的 再次带步 这就是 这就是 要来自行的 我来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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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敢 我来自行的 我来自行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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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了吕叔的择偶标准后 我们红娘立刻就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家住在 辉南县朝阳镇的马秀兰 马姨长得漂亮 人也温柔 干净利索劲 更是没得说 马秀兰 62岁 离异 辉南县供销社退休 退休金1500元 有双宝 住房面积110平米 进这边住我吧 谁屋 我本来在这屋 我现在家里连生意也不好 没人 就在这屋也住 你这是在这屋就是 尖的出来了 对 打成隔断了 就是当地 反正也有打工的小孩啊啥的 他们就过来反正就租一下 之前你租这屋 这厨房连这个住的都有了 不省个房间吗 不然这一年一个房间 也好几千块钱 也得三千多 够取卖费的就 就这屋就 就厨房啥 对 都在一起了 都在一起了 注意的是 这个整个屋是左大坪的 110来坪吧 110 你这是隔成了几个屋 八个房间 八个房间 八个我占两个 住六个 你自己占两个 有个藏库嘛 差不多 睡睡说说这东西 那这六个像一个月 能租多少钱的一个房间 一个月啊 整体两千多吧 就这六个房间一个月 要是都租 只要还能租两千多 这是啥时候开始 这么减灭出来租的 15年 15年开始 原来不讲外地嘛 后来时候大了就回来了 马仪告诉我们 之前自己在上海打工来着 干过保洁 也做过保姆 前前后后在那边呆了 也将近十个年头 要不是五年前的一次小意外 自己现在可能还在那边工作呢 后来就因为走路 那边人特多 走路脚 就是过马路挤嘛 人可多了 就摔倒了 把脚扭了 扭了就没法在那边呆了 后来就回来了 因为扭伤了脚 留在那边也没人照顾 再加上年纪也大了 马仪想着还是落叶归根的好 因为之前在上海看过很多 做这种公寓出租的 所以回到了家的马仪也在自己的房子里干起了公寓出租 马仪说自己就是闲不住 闲下来就总想着怎么能再多挣点钱 这不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公寓生意不好 马仪就又寻了个保姆的工作干 在马仪看来 自己的这些工作都太轻松了 没挨多少累就把钱挣到了 自己还有大半的力气没使出来呢 所以空闲的时间里 马仪又给自己找了个事干 我喜欢花 我出去旅游看一样的花老漂亮了 我就在当地就问一下 我说有没有卖吗 他说卖 我就把花带回来了 带回来了 没有地啊 找我弟弟 我弟弟有地 我就找他去了 我说 样吧 挺好的 咱家还在旅游行 在三角弄湾 是大弄湾 吊队湖 在吊队湖一公里处 你们谁想去看明年春天六月份到七月份这个时间是有花卡的 这样的一片花海 真好看 这小鸟的声音 我就跟他弟弟没事了 我就录这小鸟的叫 干公寓 做保姆 闲暇时间还得去种花 马仪充分利用了自己所有的时间来赚钱 要说咱马仪也不是没有退休金 想想轻浮也不是不可以 而之所以这么拼 也是因为马仪早年就离了婚 独自带着一双儿女生活 努力挣钱 已然成了习惯 对于说我俩刚开始感情挺好的 后来反正自己做生意有钱了 不说 不想说这些事 那这十来年咱们应该找一个 当时也有给介绍的 但是你说我带了两个孩子 那个时候孩子小十几岁 对 就对这方面真的挺担心的 一个女孩 还有一个 你怕再找这个对自己孩子不好啊 对 一个 俩孩子你都经过了 哎呀 你到底她扔了一个啥 给她扔下 她也扔上那家 扔上 刚开始孩子放她那家 她就送到奶家了 那孩子我去看 瘦子皮儿保护 马仪说跟前夫离婚的时候 虽然是商量好一人带一个孩子 但做母亲呢 看到儿子在奶奶家吃不饱 穿不暖的 这心里头实在是不忍心 于是她决定 再苦再难 也得把儿子接回来自己带 因为我儿子那时候摘他家 摘他奶家吃不饱 那这不给饭头饭吃呢 她挺要俩的 要强 像我这些 不让人家说 就吃饺子 你吃十个了 我儿子马上把块儿就料理不吃了 就不吃了 你吃两碗粥了 那小孩那十岁的孩子吃两碗粥算啥呀 一手就料 那总是经常这样 后来我就知道了 我就把它领回来 一个女人带着俩孩子 这样的日子不用说 我们也能想象得出 马仪过得有多艰难 好在孩子们都很懂事 早早地立业成家了 马仪也算熬出了头 要强了一辈子的她 老了也不想去给儿女添麻烦 如今一个人生活的她 也想着趁自己年龄不大 再找个伴 一起走完 后半生 理想想着干干净净的 干净一点的 就是不抽烟不喝酒的 有住房子 有就是生活上有保障的那种 就没有 不希望就是打牌呀啥的 那些不良喜好的 我不喜欢这样的 因为我都惯了 我一个人也轻轻的 这些我所有的 我也都不好 我虚是62岁 59年生 我家有一双儿女 也都成家 在南方 你去隔音还多吗 没有 就隔音 但我兄弟姊妹都在这家 那其他身体还有什么状况吗 我还说 我的腿交进那什么样 那去隔音是什么呢 现在就不需要 对於是蝕淑的腿有经脉曲瘡之事儿 馬医表示自己倒不是很介意 这也不是什么大病 日后做个小手术 完全是可以治好的 比起这些 他更在意的是 两个人日后生活 有没有保障 够不够宽裕 我们这闻伤 他们叫伤口 我们叫闻伤 叫闻伤 我买了闻伤 我儿子 去进屋子 我一人给我送我钱 吃你的房子不只是吃完 就不在那个价位上 对不 对 你说明白 你都说我这些钱要补生 补贴我儿子 我要知道咋回事 因为咱们 我对我对人的 今天就是 我和我儿子走 今天咱们 就一年 他就给我这钱 除了我们俩人一趟 对这一对 就对五千块钱 俩人 除了两个人一往五千 还是小说 马姨爱旅游 追求生活品质 但吕淑则认为 生活就应该务实一些 节省一点 两人的生活理念不同 也无法达成一致 所以最后还是决定做个朋友 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张凤云65岁 丧偶 四平式燕厂退休 退休金2300元 有双保 住房面积50平米 我们到了啊 叔 来 进屋 进屋 我介绍一下啊 吕广林 我吕叔 张凤云 我张义 我张凤婶 你好 你月老板收钱呢 三千五元吧 给哪个单位是退休的 能分 能收开老板 你能够啊 我这回家能存的 我也能存的 我也买个房子 买个房子 出租屋 你还缩个人 你也缩个人缩个人 我还想打能处还开始饱呢 我现在退休了嘛 退休 约百两千多钱 儿女得自个儿过 我自己 你现在男女 我结婚就没老爷们就死了 我这一辈就我自个儿还养爸了 要受仇的就下班了 你也辛苦 那你去找仇的部分 儿子支持你吗 我现在找我儿子就特别支持我 听到张怡说 儿子支持母亲再找了一半 在这一点上 吕叔算是放心了 但随后 他又生出个单心来 而有啥说啥的吕叔 也直接说了出来 这四平和工作人员 我上十一小时 当他们带小子 啊 那四平和工作人员 快也没啥区别呀 还有区别 四平大呀 四平大啥呀 跟这差不多 这还行 我回到四平宛 你家不回小村管了吗 这回 还行 工作人员的地位挺好的 而且离四平还近 反正坐火车 吕叔住在公主岭 张怡家住在四平 两个城市离得近 车也方便 对此两人都觉得很是满意 而且看得出来 张怡是个爽快人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一点更是让吕叔对张怡 好感倍增 而直性子的吕叔也不绕弯了 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现在一年吧 就是三五千 我那盒房租上 可能在花家都会这样出 他一年呢 你可以穿个人的 我给我穿个人的 我自己卖 嗯 你不管 我不管 你管吃饭呗 管吃饭 我吃不起的 吃不起饭了 我就不去上家吃 那我到你家来就是管吃饭 啥管呢 啥管呢 还管啥 还给你看点钱呢 看啥 钱呢 还得够啥钱呢 一月够多钱呢 看不给一千块了吗 啊 还不给一千块钱了吗 给一千块钱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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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一千块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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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哪儿玩这个 我去哪儿玩这个 我去哪儿不认识 你咋 阿姨到这会儿去不玩麻将了 我记了 叔叔记了 我记不了吗 咋记不住呢 有你个人啊 我还记不住 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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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指定就不玩了 不玩了 我有家了 我有老头了 有人陪伴了 这里 俩人们现在有 你个老头去玩去吧 溜度去呗 上场上算溜度去呗 光厂溜度呗 那这儿就回来 你打开电视 是不是 他做了啥吃的 一天过去了 张一说 打麻将就是为了消磨时间 但是以后要是有了老伴 自己有的是忙活的 哪还用得着打麻将啊 听到张一这么说 吕叔倒也相信了 毕竟两个人的日子 确实是比一个人 要有意思得多啊 张一说 你一个四零 我五零 张一说 张一说 就跟电话说 趁热 趁热 也去不了 我去到四零也去不了 那我要是 我要是干啥 我上家待两天呗 是不是 没有事了 上家待两天 就得互相了解 你瞧她说 包括多人咋嘞 你也不在那 你咋嘞 我事也多 你都为了我做一个 你看我这眼咋样吧 对你满意不满意吧 不要的 这是最主要的 满意 满意 满意啊 那就行了 给叔叔不好意思 喝喝喝喝喝 聊红色的 这大事还很好呀 咱就有一说一二说 你不要给我说 说声笑笑 热热闹闹 老了身边最难得的 不就是有一个 跟自己唠唠嗑姐姐妹儿的人吗 张一的出现 就像一条小溪流进了吕淑的心里 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思思的甜意 我们也祝愿她们能够携手相伴 幸福永远 幸福永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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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四周岁 林毅 现住址遼远市 住房面积五十六平米 退休金四千元 有双保 有大学生 我今天有数码的 六六年 生业 五十五 五十四周岁 我还有三四个来月 我就五十五周岁就退休了 我几个夏秋冬荣 我没换 我下三多年几 比如说这个大山洞 就像说山洞似的 山洞 对 就跟那一样 大眼放泡 放泡把货出来 然后把这个罐头 再采取一罐头 不就出没吗 周大哥在寮园矿务局 干了一辈子活 年轻的时候 一直都在井下工作 因为现在年龄 越来越大了 所以两年前 就退居二线了 我上了嘛也行 下景挺危险的 干一辈子 我说我就不干了 不干了 就给我安排那个福利处去了 福利处把矿务 都是咬到对馋的 我上班俩人 这个屋里待着 啥也不干 你走也行 上一天歇三天 再上三次来个班 我就回家了 周大哥说 现在之所以能做这个清闲的差事 也都是靠自己 比当年在井下那些优秀表现换来的 我干活运程 我干活运程 我干活就得像 我干成的活 我得瞅一下个作品 这活是我干的 比方说咱拿铁道 那铁道那一根十六米长 好几百米 咱拿吧 这就拿住 你要是说还想拿 还想偷进取巧 一松子砸的是你 井下全是铁石头 你觉得成年摆了铁 有的磕手碰巧 那是有的事 有的事啊 有的事也是 你没被碰过啊 没有 我那什么眼神工工 我个爸说嘛 我也是个小领工工 我得叫他们 得做这个三五百块钱 别个大卫的活 就是说的 干活缺业他得找我去 俺们的地方采媒出价的 就是俺们两个区的价子 一到出价钱给我跟他 万一钓到了呢 要不钓到你就大爷子 钓到你就给你处理他 在大卫里 周大哥是大家眼中的大红人 大哥说 这些年虽然没做出啥大成绩 但与同事们相比 自己还是挺出彩的 我不管你说 就是高大卫大卫得 大卫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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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里边的大卫锅 我都给人 他们大卫就是我干得好 平啥的得平上我 那啥的就是高 那你是不是次次都能平这个 不能说次次 这些年也得平两回 往一季度 五个大卫我平三个明星 每个五个大卫我平三个 跟我平 多少人一起平 一个多人也得五十人 就是三百来人 就平三个 周大哥平时工作认真 所以在单位里每年都能平上年度明星 其实做工作这个事儿 有的人干得好 是因为他专注 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上 而周大哥不仅工作干得好 他的业余生活还特别丰富 玩空手 创作 游泳 谈起 特别舞跳就还好 你平常业余生活这么丰富呢 丰富 丰富 我生活丰富 我玩的东西吧 谈别人吧 他都不会 你像那个耍钱上我也会 咱不能玩那玩 我有个同学跟北京当个兵 完了他回来了 就是谈家回来谈鸡的 我怎么挺好玩 我说我也买一个 那时候吧 就叫个资格 他就好像就像别人挺羡慕咱们 那咱们六一二重也上三 那老师他的 他都挺羡慕咱们 你是报班学的还是 没有 我学的还没有学的 我一瞅我 我挺挺 瞅啥吧 一般我就能会 参个母亲吧 哎呀妈呀 直接说来就来呀 你来一个吧 一路学的心碎 有人给你拿 你与众断花车山 有人给你打 这么些年以来 周大哥就一直这样 啥事都学得特别快 还做得特别好 我这人挺不起来一句 就是说干啥 我要是去买药去 你说老多你买药干啥 我包饺子 说你会吗 我说你都不行 我跟阿伯人说 我说我要包饺子 我吃到嘴你不牛包我 我这人特别傻冷眼 他咸菜 酒那花 啥都肉 咸咸菜 咱顾瑞明呢 脚下这个基因 就这么一按两下的 咔咔就脚七岁 你这挺有生活的大哥 我跟你说 我什么都不吃 我就缺个喜 周大哥这一辈子 不管干啥都学得快 什么都难不住他 但唯独婚姻这一块 大哥一直没学明白 夫妻间的相处之道 周大哥表示 矛盾都是慢慢积累出来的 自己就是性子急 说话太过直白 但对于这个家庭 是绝对没有二心的 虽然两个人分开的原因 少不了这些日益增长的矛盾 但最终导致离婚的 却是前妻做出的另一行为 后人这个事说的 反正跟我说也都明白 因为是出轨的 对 我公的上 上中学家 对啥她的有外心的 你不说 你牛严了 你求牛严了 能拿到哪里 你都扫家了呢 你男的 男的媳妇都扫家了 我特要自己 算出离婚就没媳妇 很怕别人 但是说的 说我 那种 说男的 他说照着 只不往我这儿吧 抢 我说是有媳妇的 他说不定 有我力道 真的 离婚后 周大哥一直努力干活 不想被别人看扁 这些年为了女儿 大哥没再找过另一半 现如今女儿成家了 自己也快退休了 大哥觉得 是时候考虑考虑 给自己找一个老伴了 周大哥对于找老伴的态度非常真诚 他也希望对方是一位实心实意的人 本着这一原则 我们的红娘联系到了一位 与周大哥年龄相仿 又都住在同一城市的王大姐 真年轻 谢谢 你好 王大姐 我是同乡小李 小李 你好 王秀华 53周岁 黎毅 现住址辽园市 住房面积135平米 退休金1800元 有双保 这屋真大爷姐 算我135平 135平 特别时髦那种感觉 这是简约风格 我也能看出来 穿着打扮都非常时髦 我平时也爱美 王大姐跟我们的红娘说 她八年前买这个房子时 花了很大的价钱装修 就是为了装出自己喜欢的风格 并且红娘一进到大姐的屋里 就被她满柜子的高跟鞋吸引到了 这鞋盆你这鞋怎么这么多 这是夏季的鞋 还全都是高跟鞋 高跟平跟都有 这一个鞋盆得有多少鞋 没数不 这是夏季的冬季的鞋盆里 上面都是鞋子 鞋子都落落 你的鞋总共得有剩百双了吧 都不够吧姐 对一百多 还有这是我更衣夹 更衣夹 还一把快时毛的更衣夹 王大姐说 其实这满屋子的衣服里 有买的也有自己做的 一般衣服不舍的冷 就实在穿不进去了给人了 就是喜欢 就喜欢 之前是干这行业的吗 开服装店开了十几年 从二十岁就开始开服装店 这也是我二十几岁所做的 这一丝 二十几岁所做的 这也是我做的 这也是 这个扎个皮带 扎皮带就能穿 感觉跟商场里的都是一样的 这个穿个皮靴的扎皮带 挺洋气的 戴个帽子 平常你都能穿着吗 是不是也穿不了 有铲盒子穿呀 出去玩的时候穿 王大姐说 在平时生活中 不了解她的人都觉得 她是个性格文静的女人 但其实自己是个非常固执的人 她我性格是这样的人 有点钻牛角尖 我也这样 我是一二年里的婚 就她性格急 我性格慢 有的时候她下楼 她说厨家是逛街去 她手扎没眼的 我下楼都找不着眼的 走快点去的 你说一个性格急 你一个性格慢 互补一些 互补一些 咋的就互补不下去 她那个橘子言谈 就感觉 哎呀真是没有修养 够够的了跟她 有的时候就逛商场 都能骂服务员 上饭店也是 就上菜上班了 就连老板服务员一起骂 就不管多些人 沾火就着 总给你丢人 我就一看到就生气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外人很难理解王大姐的烦恼 谁也想不到 两个人在2012年的春节 会突然离了婚 整年前好 有点小事生气 她就没在家过年 完了她初期回来了 回来 我说这过年没在家 这是不想过的 不想过就离 她说离就离 话赶话就赶到那儿了 谁不离 谁就什么什么地的 我说那就离 马上离 就是可快了 我俩就是吵了一下 说谁不离谁损的 马上就去了 离完婚拿手去了 我说搬走 马上搬家 那个时候我还开幼儿园 我说把东西搬幼儿园去 她就不要 也是几次 令我上长春逛街 也要买东西 这回也能慢一下脚步了 也能等我了 对你好了时候 你也享受感动吗 既然离了不行 我的眼睛是这样 我决定的事 那大事我就想 你能跟我去离了 那我让你一错到底 我也这样 王大姐说 这段婚姻 虽然没能坚持下去 两个人经常矛盾重重 但话说回来 前夫虽然粗鲁 却也有好的地方 我给你买衣服啥的不 买 买多贵她也不说 就这点好 你咋没也不说 她在外面总夸我 你干啥呀 夸我干净啊 什么美啊 抖艺术什么的 你对她呢 她干工作挺聪明的 那说明她工作上挺有努力啊 工作行人缘不好 人缘对她朋友关系搞得不好 我们就周围就几个人认为她好的 所以其他人都说她脾气不好 咱伙就饶还骂人 还经常动手我跟别人 关键她人都没了 9月20多号时的 那就是今年 嗯 她脾气不好 就自己可能心梗就死了 突然就死了 哎呀 只要她不离婚 她心里不能死 最起码生活方面 我知道我只能细致一些 最后用王大姐的话来说 两个人就是缘分尽了 其实这些年里 大姐也参加过很多次相亲 但始终都找不到合适自己的 哎呀 妈 看头像看好多了 有的孩子没结婚的 负担挺重的 有的跟父母在一起的 我还不愿意过那种生活 有的他不敢追求我 怕照顾不了 对 虽然王大姐的相亲之路如此坎坷 但也从未放弃过寻找自己的幸福 所以才报名了我们的原来不晚 希望通过节目 让大家了解到真正的他 我不想找太老的 我想找55以下的 就想找个高点的 胖点的 没有负担的 条件就是退休工资能达到4000以上的 能让我当家的 反正我不想说两人在一起 将就A字那种生活 A字我自己活的也挺好的 有的穿户外的牛仔裤 我最不喜欢 得穿职业点的 穿个衬衫这种 她要是不会时尚 我能啊 我能 我能给她打扮打扮 王大姐性格内敛 希望找一个形象好 个子高合乎自己心意的老伴 而咱们周大哥性格活泼 多才多艺 有风趣幽默 正好与大姐是互补的类型 在红娘与两个人 简单介绍彼此的情况后 两个人都表示 想要见面看一看 所以红娘直接就领着周大哥 来到了王大姐的家里 吉他 一定有只能得了 都是那种 人家太厉害了 川舩莺 耿衫 西 Noble 我们随二伐头 我一直在这地盔 最后一gram 他非常熟悉 現像漢 和自己的穴 一夜深alo 就让他一夜累 吃饭 那我们忙 chefs stones 我做饭 成事 这是草了 证人家 哪裏要那拖的 我工人不带我用 咋來 要是成的話 你說 以後 主要對得好 我說周大哥呀 這剛一坐下來撈坑 啥都沒聊呢 就直接表白了 旁邊的王大姐 著實是被你的熱情嚇了一跳啊 你也是沒說話啊 沒事 你全是 全是畫的手 你感覺出來解釋一個啥性的 那什麼 那個不像我的好手 人心裡有數 對不對 人心裡有數 我的好手 你中小時候沒說嗎 好手的眼他不錄得命 有的眼他把那個畫的不數都憋下去 周大哥一直試圖調解氣氛 在現場也一直說個不停 這個時候王大傑也終於有了回應 我畫上我也沒憋下去 他有的 你中小時候說的有的啥呢 這個事吧 他應該說他不數 我一般的話我會不願意死我了 身體的眼子 那你現在心裡是啥想法啊 我感覺他太瘦了 感覺他太瘦了 有時候我沒病了 體脂老好了 才我胖呢 我136斤 你現在要136斤 怎麼也得150斤以上 最喜歡胖了 那就這樣吧 沒事吧 既然面就是圓的 是 那你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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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過來 老大 來 過來 老大 姐 向你交給手段 哥 你也了解了 你好 哥 李大姐在廚房打下手 周大哥負責掌勺 兩個人配合默契的同時 彼此的關係也在逐漸拉近 然而接下來大姐在收拾桌子時 卻看了一個自己特別反感的東西 哇 這抽煙呢 這這鹽吧 看一看 看鹽 看鹽 這抽煙 到手上去 到手上去看 是 我 我不這麼喜歡抽煙 你看這抽煙口這一塊 就是 不太滿意 你能抽多少煙呢 那天不到一顆 不到一顆啊 那一顆沒什麼意思 我看你抽的是一顆煙呢 不 人的意願是他們給我的 他們給我的 我收那個賣賣賣那個 比如說展覽珍希走到一起來 然後你的工資上面怎麼分賣 工資 我是這麼小的 比如說我貴四千塊 這玩意兒都在抽 那趕快要抽到位的話 別不說我把它卡了 給你 你目的我不能買 我的觀點是啥 比如說你一個月 能給我一千塊錢 這千塊錢什麼錢 一千塊錢 就給我自己兩塊 我說騙你 你一千塊錢穿你刀 你錢就給你倆搞了 你花你就拿花 你這幹的 眼看著互相有好感的大哥大姐 因為這一問題而僵持著 侯娘傑定和兩人單獨聊一聊 我說一句話 我在家的時候 說花錢 兒子你給我點錢 兒子多少錢的 我就不願意找他要錢 我沒錢的時候沒辦法 還管還有錢 我就行是啥呢 就是找一個呢 你最起碼的 我不能存在櫃 你就是錢沒有錢 你錢這總要錢錢的 我就自己的心得不得見 我是這麼想 夠大錢自己花方便 不這樣就往他要來 我是這麼想 她不說了我在一處 難以給換位思考嗎 就是妙兒跟一切都不太了解呢 她心裡也不得理解 對 那我也理解啊 就是首先你看著這個人能想懂 這個有眼妙兒就挺不容易的 嗯 真想有什麼方便吧 還可以 對 剛剛去見面沒了解呢 就提著是感覺是不應該 你妙兒比如說要是有感情好 那得病了被我房賣問題 對不對 那你要是從我要一千塊錢 那我就不管了 她也跟我說了 她心裡到底是哪想的 就是在個家時候 因為你看自己沒有雙榜 兒子啥對吧 就是一個月每個月給她錢花 沒有錢的時候 也就不好意思說管人家要 所以她就行是這回找個伴了 一個月要一些 然後自己買啥時候 就是直接就買 要不你看自己沒有錢走 哎呀我說要點錢買啥 總要點錢買啥 她自己覺得不好意思開口 嗯 她心裡是 其實她有這麼一個 她也不是平白無故 就要跟你要一千塊錢 嗯 我能理解 我說一句話 我第一個把我說一句話 也沒什麼帥老闆啥的 我其實掌握到公司上面 咱也真心真過日子 我不能是充上今天 前面的錢的 就好像充上這種差錢的 相信你主要還是看兩人 瞅這個人咋樣 那主題肯定不在於 這經濟到底咋滑這個問題的 是我理解大哥那個 他那想法啊 後來我想可以是那回事 剛剛接觸 想我好 有點 不恰當 想你對我好就行 我這樣微信往那 聊聊聊 了解了解吧 說是 慢慢顧通 其實周大哥和李大姐 在冷靜過後 也思考和總結了自己 不對的地方 拋去零花錢和抽煙這兩件事 李大姐對於周大哥做飯 幹家務這方面 是非常欣賞的 同時周大哥也對大姐 非常有眼緣 覺得她是一位善良的女人 所以在最後 兩個人就互相留了微信 約定好日後繼續聯繫 慢慢相處